食物有性别吗? 大家好,我是Mr.Elie 今天我会教大家4.7 Plant Reproduction 4.7 Plant Reproduction的部分 OK,首先我们先要来学的就是花的结构 第一个,这边的部分我们叫做Polym,也就是化粉 第二,Endone,也就是化粉 第三,Filmen,花丝 第四个,去到中间,我们叫Stigma,猪头 第五,化粥 第六,来到中心的下面,Ovo,配足 第七,Ovary,脂肪 第八,Sepal,二片 第九,Padal,花瓣 那么其实真正来讲,我们的花是有分成 男性的部分,还有女性的部分 男性的部分就是蓝色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Stigma 它里面呢,是包括这个Endone,还有Filmen 女性的部分呢,是在中间这里,Ping color的部分 我们叫Pistil 包括Sigma,Soul,Ovo,还有OvoV 所以简单来说,花是有双性的 OK,接下去呢,我们要来学画每个部分的功能 首先呢,Endone,花粉囊的部分 就是produces polygreens 制造化粉粒 Filmen,花是,它是host的Endone Stigma,柱头 是让alouse polygreens Enter上面,to speck on it So,花株,它让我们support的Sigma OvoVs配住,contain female gamics 在里面 Ovary脂肪,它是制造这个OvoVs的 Support,它是protect那个Flovo 当它还在花蕾的部分 During the bud stage 所以我们的Pedal,花斑 它帮我们attract insects for pollination OK,so,这个是花的每个部分 大家这个部分也是要记好哦 因为考试,它也是会问的 接下去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花的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是Bisexual flower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就是有大红花,还有喇叭花 双性花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花本身 是有stigments,还有pistules 在里面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unisexual flower 单性花 比如说mace flower 或者是oipum flower 玉米花或者是有种花 它里面 either是mule或者非mule 如果是mule的话里面就有stigments 非mule的话里面就有pistules 这个是花的类型 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pollination pollination pollination is the transference of polygreens from the animal to the stigma 也就是呢 我们讲,从 andor去到stigma 的这个花粉类的经过 那么今天如果要进行 pollination呢,就必须有 这个agent去帮忙 第一种agent呢,可能是animals 动物,maybe是鸟类,birds 或者是backs,蝙蝠类 第二种呢,是昆虫 insects,maybe是bees 蜜蜂或者是butterflies 蝴蝶 再来呢,下一个可能是wind 风,第四个 water,水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通过这个昆虫 收粉的花,还有风 收粉的花,它们之间的差别 是什么呢? 还有,刚刚老师跟你们讲的 那四个agent 大家可要记得,因为考试 是会问到的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昆虫 收粉的花朵 通常是怎么样的 它的size比较大,有香味 颜色比较鲜 然后有nectal,花蜜 因为主要是拿来吸引昆虫 但是呢,它的polyngrains的部分呢 是比较少数的 but它比较大,比较sticky 比较粘,比较rough 因为它们要粘在这个昆虫的身上 andot 比较小 stigma比较短,filament比较短 stile比较短 因为它们要让这个昆虫 可以很稳的 粘在这个花朵上面 另外一个呢,丰盛粉的花呢 size比较小 没有香味 颜色白色或者暗淡 没有花蜜 因为它们只需要风吹 就ok了 所以它的polyngrains的部分呢 会比较大量,比较多 但是呢,size比较小一点 还有比较轻 因为要风吹 所以要比较方便,比较浅 andot呢,比较大 stigma比较长,filament比较长 还有stile比较长 因为当它比较长的时候呢 风吹的时候,经过它 它的polyngrains就会被传播出去 so,这个是 insect pollinator flower 和dermine pollinator flower 之间的差别 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会来看一下 pollination到底有多少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呢,self pollination 自我收粉 它们通常都是发生在同一朵花,same flower 或者是同一棵植物,same plant 只是不同的花 这种我们就叫self pollination 接下去呢,第二种是cross pollination 一花收粉 它们通常发生在不同的植物 虽然是同一个品种 但是是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花 这种我们就叫cross pollination 那么self pollination 跟cross pollination呢,哪一个会比较好 这边我们就做一个对比 首先self pollination呢,它只是inmove only one plant 它的后代会比较弱 它的特征通常都是一样的 没有新的品种 does not produce new varieties 对于疾病的抵抗力 还有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会比较差 因为它们源自于同样一棵植物 所生产出来的 但是cross pollination呢,它们是inmove two plants 所以它们的后代 offspring会比较好丢健康 它们的characteristics是来自both parent plants 所以就会有新的品种 new varieties 对于疾病的抵抗力 还有环境的适应能力呢,会比较好 因为它们是通过配种了的 那么从表面上来讲的话呢 cross pollination是会比较好的 如果跟这个self pollination来比较的话 所以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好处 cross pollination的好处主要是有新的品种 new varieties 还有它对于疾病比较有抵抗力 high resistant to diseases and pests produces quality, matured and a lot of fruit in a short time 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制造比较好的quality 跟比较大量的水果 还有它是how do and can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比较健康,比较能够适应环境 这个是cross pollination的好处 OK,so大家 今天老师教的这个4.7的部分 就暂时先到这边 如果有不明白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在私底下再联络老师 OK,今天的课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